94年的富二代 两年前在美国花了25万 买了块全金迪同拿黑五四 现在拿出来卖 居然还能赚好几万 哇 什么表居然还能赚钱 两个过要出个金币的 绿金币对吧 不是绿金币 就黑的 我跟二金币 我还有个绿金币 没出绿金币的 先做一下 吓我一跳 黑面的对吧 20年12月 新卡的呢 这是黑面的经理 我是美金工价买的 哦 那你赚了呀 你工价买的话 无论怎么用都是赚的 那折下来多少钱呢 我那个时候是 三万六千刀吧 我那时候汇率便宜吧 那时候汇率6.9 现在汇率又上了 表结全场吧 嗯 我有配件都在哪 没 一二三四五六 七 七 没结合 对 全场 可以的 表结全场的 哇 这个太重了 黑面全金币啊 本来他来之前 我心里在想 是不是绿金币啊 然后我又在想 绿金币会不会被割韭菜 结果人家是在美国买的 哈哈 验一下 你有心理价位吧 我没有心 我先问一下你们 这东西我相信市场都挺透明的 当时买就是 反正电理工价的表不多的 跟那个人属心 折下来等于是多的 换钱的民币嘛 按照七的汇率的话 25万二 那你卖肯定是有点赚的 肯定是 就算赚个几万吧 36000乘以期的话是25万 总体的行情劳力是还在硬跌 新表都是一样的 对我知道 很多人不愿意说是怕以后还会继续跌 对对对 我们也害怕 我知道 这个你知道多少钱接的吧 我们378,000接过来的 378,000 今年最高峰的时候 对对 离谱吧 白熊嘛 白熊刚底 对啊 离谱吧 我这18年还能排 对就是1万出头的价格 美金 公价 排个一年不到 那个年初绿面的更离谱 最高涨到100多 现在跌到40多绿面的 你来之前我其实心里很忐忑 我在想你是不是买高了 当时我是想买绿面 但店里没有绿面 我只知道之前暴涨过 对 现在我们也是很害怕 这个跌肯定是要跌的 是 我们就是说收进来要赶紧找客户出调 这种利润也不高 像这种金迪 福尔拉代 00后啊 对啊 很老 94啊 看不出来啊 我们才插一身 你看我多钱了 看起来就是快40岁的人了 那你都带阴暮罗的呀 没有 我是因为做这一行嘛 对吧 收进来 你这个现在多少钱 现在行情80不到 今年最高的时候也炒到100多 基础款 以前你们像这个买的早 20万以内 十几万 5712 三万六美金 可能我稍微加一点点 就肯定4万能拿下 没买 那时候觉得那么小 带个百达贝利太浮夸了 啊 那时候我才多少岁 二十二三三 二十三岁 表面没有什么滑痕吧 应该没有 你看一下 我其实带也没带多少次 但带的时候可能不太足备 我可能放了都有一年了 一年没带 啊 那你太任性了吧 大哥 这么好的表 你居然不拿出来带 上班的 太高调了 对吧 老板去年股市亏了大几项 他现在心态有点崩溃 我都不在意 不能在他面前太高调 总体表况嘛 讲实话也还行 看嘛 你能再加个 再加一点 这个 那可能跟我信仪家 确实就有个那么三万块钱差距 看能加多少 我 多加点吧 多加点我直接看吧 大哥 我一步到我也行不行 好的 再加三千 我直接 想一下吧 好的话 我们现在就 好 怎么说 我是给你银行账 银行卡 我开个盖可以吧 反正那个增加没问题 就马上给你转了 到里面了嘛 好吧 先开盖 哎呀 开盖 垫一块布 因为这种金表比较软 怕那个滑到 而且这款表的价格也不低 不能乱搞 然后拿合适的这个齿轮 应该这个 马上要开盖了 感受一下这一块表有没有开过 这个没开过的 第一下很紧 这个表肯定是没有开动过的 来来来看机星了 哎呀 41300的机星 哇太标准了太正了 这里都有贵金属印记的金表 上回去 哎呀上景 好了 验表流程就这样完成了 先登记吧 我给你登记好 然后我给你钱拔过去 放心吧 两秒钟就转过去了 证件也有了 好 大哥过去了 哎 终于转过去了 好 感谢大哥支持 好 大哥慢走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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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